大家好 今天接着来种这偷懒菜 看我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花盆 在这花盆下面有两个孔 现在我今天种这个watercress 这种菜呢就是特别适合冬天长 只要有水它就长 但是种在土里因为养分工的好 它长得特别好 所以找个大的花盆 把它下边的这个渗水孔堵住 然后种上就非常好 要找一块这种泡沫塑料 剪下来两块小的 把它下边的两个孔堵上了 这样装满土 好盆里放满了土 这个就是我在店里直接买回来的这个watercress 已经放的都不怎么好了 不过也没关系 它只要见水就能长 所以种到土里长得更好 就这样种好就行了 另外大家看我这棵蜗菊种的已经长得很粗了 今天11月10号 这马上就能吃了 这水生菜 这水生菜 中国中文翻译成是豆瓣菜 水季菜 啥东西呢 闻着watercress 冬天就是特别好的一种菜 只要在土里种 在水塘里种着就能活 所以我种在花盆里就很好 种这个watercress 要求实在是很低 只要种到土里 埋上就行 关键是要保持土壤 一直湿润 有水 它是水生菜 它不怕冷 这个是冬天里长得特别好的一种菜 所以现在种上一只春天冬天 剪它上面的嫩芽吃就行 非常值得种的一种 冬天里的一种偷懒菜 只浇水就行 好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等这个菜长好了 再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